嗨 我是寶可夢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節目 也歡迎你先訂閱我們的頻道 然後也別忘了五星評價喔 今天的主題是 Find Dining 美孚飯店秦山日本料理 用餐心得分享 它是流蘇形的炸豆 我覺得有點微妙 嗨 我是寶可夢 歡迎回到寶可夢卡號 我們今天呢 一樣要帶大家做的是 這個美食之旅 那這一次呢 為什麼會選擇 秦山日本料理有幾個原因 就是說它的地理位置 離我蠻近的 因為我的公司在內湖 所以我過去美孚飯店 其實不算遠 所以下班時間過去 不需要花太多時間 那再來就是 其實對美孚飯店 我大概去過兩次 有一次是 我們公司的聚會 是去吃彩繪自助餐 去吃彩繪自助餐 所以我大概知道怎麼走 那彩繪自助餐 它的特色就是 它有非常多的肉類料理 所以如果你喜歡吃肉的朋友的話 倒是可以考慮去吃 大概算是 台灣的五星飯店裡面的高檔的自助餐 Buffet裡面算是有名的前三前四名 這也是不錯 好 那這次我去體驗的是 秦山日本料理是餵在樓上 好像是三樓的樣子 我那時候限動好像有分享就是 它還有帶餵機器人 好 所以那個時候呢 就是還按了一下說 好 我要去日本料理 然後它就跟著走 然後它只帶我到電梯門口 它就走了 它沒有辦法就是 帶你進樓梯 然後幫你按三樓上去 它就是做半套 沒有那麼厲害 好 那我去的時候大概是四月下旬 四月下旬其實疫情沒有那麼的誇張跟恐怖 好 跟現在五月中旬比起來 當然是那時候沒那麼嚴重 但是其實也沒有多少人去吃 你想想看喔 一個五星飯店 結果它的週末營業日 好 營業日的週末居然就是人那麼少 我覺得他們到底會不會倒掉 就是還是你也蠻驚艷的 但是呢 其實它的間隔 包廂跟包廂之間的間隔 其實做的都還蠻寬敞的 所以其實不會有那種 跟太多外人接觸的感覺 倒是也還好 但是人沒有全滿 倒是令我覺得有點訝異這樣子 可能大家都還是蠻注重自己的健康 還是盡量不要外食 那這一次看了一下菜單之後 我選的素食套餐1600 其實沒有特別貴 那荷食套餐的部分 我的朋友他選的是串燒套餐 它的價格大概是2200 那它有加點三個握壽司 這個握壽司我其實在仙東也有跟大家分享 它也有稍微簡單的評價一下 那我自己加點的部分是加了酪梨手捲 然後跟炸豆腐 所以這兩道菜也會在上菜的中間 就是跟大家分享 高級餐廳的料理 我吃的大部分都是以中餐或是西餐居多 但就是料理比較少 所以這也是我第一次來吃這個高級的日本料理 那蠻特別的 那它這次的服務的話呢 我們打的這個星星書是三顆星 為什麼呢 它的服務不是說沒有到位 它也是蠻專業 就是都是有一套這個自己日系的衣服 那穿的是有點類似像日本的那種夾腳拖 的確是蠻風格一致的 但是呢 有的時候就會覺得 人沒有很多的時候 他呢 當然都會幫你巡查 幫你倒水 然後幫你收盤子 但是 等到大概 七點半八點之後 開始有一些客人來之後 他們的人手就略顯不足 所以 我們這東西放在旁邊 它也沒有特別來收 然後上菜後來的速度也變滿 所以我是覺得 這個服務的部分 他們其實應該要再加強 那再來食物的品質完全沒有問題 就是五顆星 食物非常的好吃 那用餐環境的部分呢 我給的是四顆星 那大家都知道 其實所謂的高級餐廳 它的氣氛的營造手法 就是要打得非常暗的燈 就是 就是有可能一盞燈 從上面投射下來 然後就是你的這個桌子 那外面的部分 就不是那麼的明亮這樣子 那這樣就會非常的有感覺 那除此之外呢 它的日本餐廳 它有兩個面對師傅的吧台 一個吧台是做鐵板燒的 第二個吧台它是做燒烤用的 那那個燒烤很有趣的是 它有一個透明的玻璃 然後把那個師傅罩在裡面 然後他在裡面做一些燒烤 這樣那個燒烤的味道 才不會就是溢出來客人這邊 那這樣子味道就不好 就會影響到你的用餐嘛 所以它的這一整個環境設施 是做得滿不錯的 那如果你是做的位置 是靠近這個師傅那邊的話呢 你可以看到他親手幫你烹調 這個食物的部分 我覺得是滿特別的 那席間也有看到有人在裡面做慶生 那那個時候我還沒生日嘛 所以我當然不會特別的就是 去說我要一個什麼東西 但是也是滿妙的 那我們來開始分享這個食物的部分 因為我後來發現 其實我在五星飯店用餐的時候 我會特別去注重一點 就是你跟你朋友兩個人 在叫這個食物上菜的時候 盡量是他一道我一道 然後就同時上 那兩個人同時吃 這樣的用餐感覺才是正確的吧 其實我最近在看那個 來吧營業中 這個Netflix的這個戲嘛 那個橢中康他主導的 六個人的這個節目 我覺得滿有趣 你們興趣可以去看 你就會知道 為什麼言雅倫他會非常的堅持 客人的用餐 是希望能夠一個set一個set上 然後就是兩個人同時上 這樣大家一起吃感覺比較好 我也的確能夠深切地感受到 是應該要這樣做的 所以五星飯店那些主廚在做菜的時候 他應該要考慮到每一桌裡面的客人 他們的菜是不是可以同時上 那如果兩個人是點同樣的菜 那當然沒有問題 但問題是我的朋友點葷食 我點素食 所以這中間就會有烹調上的差異 包括有的菜需要比較久 像肉類的烹調需要一些時間 或者是素食的菜 他可能需要去熬高湯 他可能沒有辦法馬上上菜 那就會變成說有這個前後層次上菜的問題 就變成是他吃完飯 然後我在等 然後我的東西來了 那就換他等 那兩個人就等來等去 就沒有辦法就是同時一起吃飯 你知道 高級的五星餐廳應該要想辦法解決這個問題 就是盡量能夠讓客人同時吃 是比較好的 那很明顯的就是美福他沒有做到 所以很多時候呢 就是我必須要敢等 然後我的朋友就上了一道又一道 一道又一代 然後我的都還沒有 那當然有另外一個可能是 他的套餐 比我貴六百 他是兩千二 我是一千六 所以我的菜是比較少的 好 那這也沒辦法 這是 如果你叫的是三千多四千多的套餐 那你的食物當然就更高級 分數當然就更多了 這是沒話講這樣子 那一開始的前菜呢 昏食他上了一個水雲醋 這個醋我沒喝啦 所以我是不知道他的味道怎麼樣 但應該是 蠻開胃清爽的 然後接下來他有上 干貝雞鞭燒 這是什麼呢 他其實就是把干貝 拿去那個燒烤台那邊把它烤得滋滋脆脆的 那會有出一點汁啊 我朋友是說 這個蠻好吃的 但他的這個干貝下面有放一塊海苔 這個海苔很明顯的就是 感覺上有點吸收到水分 有點滋滋這樣子 就不是那麼的好吃 所以如果有機會的話 他們應該可以改善這個海苔這個部分 應該是要讓它非常的脆 然後搭配起來很好吃才對 這個是那個我朋友跟我講的 那素食的部分其實就蠻普通 就是一個和風沙拉 那沙拉的話沒有什麼特別 其實就是你們可以看接下來 我會在我的Instagram上面發表這個照片 因為通常我都是先錄Podcast 然後事後再慢慢的整理文章開箱 然後還有這個IG的照片 所以你們可以稍後 就是有關注我的IG的話可以再去看那個照片的部分 那同時我這邊有那個酪梨手卷已經上來 我有加點 我當然是有點擔心說 我這樣1600會不會吃不飽 大家要特別知道 你花了1600不是吃到飽 你絕對不會吃到就是撐死 五星飯店的特色就是 他們是Find Dining是精緻的食物 所以大概會讓你7到8分飽而已 所以你自己如果覺得肚子餓 你可能要事先加點 這是沒辦法的 但是對我來講的話 那是一個新奇的體驗 所以我是覺得OK 儘管我回去之後肚子餓 我要吃餅乾 我也沒關係 這樣真的是非常的 鄉下人就是 流到逛大光源的感受這樣子 酪梨手卷蠻特別的 就是因為我在外面不太會去吃到這樣的東西 那它很顯然就是新鮮的酪梨 然後把它切成條狀 然後跟它好吃的米就是包在一起 然後外面就是海苔 我就覺得這個就蠻不錯 就是食材簡單 但是食物的味道有 它不是爛的食材 其實就很不錯了 那再來呢 荤食的部分就上了一些那個 沃壽司 我朋友他這一次叫了三個 一個是新鰻壽司 一個是軟絲壽司 一個是甜蝦壽司 這分別是200 200 180 所以這加起來就接近600塊錢了 真是太驚人了 那他是說這個新鰻壽司吃起來蠻甜的 所以是蠻喜歡的一道菜 那軟絲的部分他覺得稍稍有點不是那麼好 所以他說只有幾個而已 那反而是那個甜蝦壽司的部分 他可能有加一些芥末什麼 所以感覺起來是蠻嗆的 這也是蠻妙的 如果你有去秦山劇本料理點的話 你也可以點一些不同款式的沃壽司 然後自己去體驗一下 在此同時呢 我的第二道菜上來我是蒸物 這就是茶碗蒸 通常一般而言 葷食的茶碗蒸 他們會放的就是柴魚嘛 做柴魚高湯 那這樣比較有味道 那素食的部分的話 他應該會用昆布去做 我自己本身在Costco有買那種 長條大的昆布 那種一大包的昆布 其實你都可以用個兩三個月 那才300多塊其實很便宜 所以昆布的品質會決定你湯頭的好壞 這個茶碗蒸的部分呢 很明顯是有昆布的湯頭 它的蛋非常的軟嫩 我自己在家裡面做茶碗蒸的經驗就是 如果你的蛋是1的話呢 加上去的高湯跟水的比例 要大概是1.5倍到1.8倍 這樣你做出來的這個茶碗蒸呢 才會是軟的 那如果你的水是1比1 水跟蛋的比例是1比1的話 你做出來的會比較硬 就有點像三色蛋那種比較 咬起來比較厚實的口感 有些人喜歡的都不一樣 我自己喜歡的是這種很軟很嫩的 所以我在這裡面我也特別去 就是有點學到了 它要怎麼樣才能夠做到這麼軟 那它是怎麼做 它加了些什麼料 那很顯然當然還是有一些香菇的味道在裡面 覺得也不錯 那再來 昏食的部分呢 就上了什麼 雞腿肉 然後還有烤雞翅 但還有什麼 1比例松板豬 這個東西它就變成是烤串 然後就放在一起 然後就上這樣子 那對於喜歡吃肉的人而言的話 我覺得你這樣吃起來真的會蠻飽的 它真的上很多很多的肉 我就想說 哇真的是這個很適合肉食者來吃 各種不同的雞啊或者是豬啊 然後他們因為他們有專門的師傅在做這個烤 幫你再顧這個火候 所以它烤起來都不錯 然後上色上得很漂亮 醬油還是中間醬汁的味道其實都是有進去的 雖然我沒吃 但是看起來它確實是蠻可口的 那我們這邊素食炸物上了什麼呢 那很簡單其實就是蔬菜 然後裹一些粉下去炸 那有甜椒馬鈴薯紅蘿蔔之類的 那包括炭烤的部分也是 其實都是差不多一樣 就是這些食材 然後拿下去做兩種不同的烹調方式 如果你是天婦羅的話呢 他當然還給你白蘿蔔泥 然後你還有一個青醬油嘛 然後你就加上去可以自己這樣沾著吃 其實也是蠻不錯的 所以這個算是蠻到底的 就是日本的做法是這個樣子 那再來就是重點了 我朋友叫的這一道串燒套餐 它有一個A5和牛 這個A5和牛大家都知道 其實它等於是在和牛的這個等級裡面 算是最高的這個等級是A5的 所以它非常的昂貴 我發現在秦山日本料理裡面呢 它不是每一道菜都可以讓你兩人通行 一人免費 因為它這樣不就是 比如說我們兩個人來 然後我叫一個套餐 你又加點了一些東西 那等於是我們所點的所有的食物 通通都是半價嘛 所以這很明顯的 對某些昂貴的食材 是會讓店家虧錢的 所以秦山日本料理 它有特別的著名說 美國運通卡再怎麼樣都不適合的 這個項目有 就是A5的和牛 你可以單點A5的和牛 但是它的一盤可能就是四千六千八千 那這個東西真的是不能夠折地的 那所以我朋友叫了這個A5和牛 他吃了 他說這個肉真的是入口即化 它的肉質非常的鮮甜 這是蠻特別的一個形容詞 因為我沒吃嘛 所以我不知道 但也許你們喜歡吃和牛 然後你們也喜歡吃A5和牛的人 你也許大概就可以領略一下這樣子的感受 但這個一口可能就是七八百 這是比較貴的食材 那的確是這樣子 那我這邊的話呢 最後上到一個主食叫做食事 食是那個素食的食事 就是事情的事 那食事的意思大概就是說 最後一道菜要讓你吃到飽 所以它上的是什麼 就是上飯糰 但是我的飯糰又不是玉飯糰 這種三角形的 它是有點類似像手捲一樣 就是一條 然後呢 它切了大概六七刀 所以我等於是 有好幾個圓形剖面的 這個飯糰可以吃 這看起來好像不怎麼樣 可是吃一次我居然也飽了 我覺得他們也是蠻厲害的 反正他只要給消費者吃飯 就差不多會飽 我這裡面呢 它有什麼 它有小黃瓜 有一點酪梨 然後它的飯是有調味過的 所以這個日本米的部分的確 還不錯吃 然後就會讓你飽 那最後就還有一個味噌糖 那荷食最後最後的部分 A5和牛上完之後 你以為它就沒了嗎 沒有 他送他一個玉飯糰 這玉飯糰真的是好大一顆 它大概是我的1.5倍吧 我想說你叫這個2,200 你是絕對是撐到死了 真的是太誇張了 那它也有一個味噌糖 那味噌糖裡面 它可能有加這個柴魚高湯 所以它的湯跟我湯是不一樣的 但是有豆腐 然後有一點點的海帶 就是一樣的這樣子 那我們在上甜點之前呢 我們其實還有加點一個東西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記得 就是炸豆腐 它雖然說是200塊錢 但是它的做工我覺得是滿細緻的 它上來就是一碗 一碗裡面有四個炸豆腐 它不是一般外面的就是像抽豆腐這樣炸一炸而已 它是流蘇型的炸豆腐 我覺得有點微妙的是豆腐就豆腐嘛 它不知道是沾了什麼醬料 然後讓它拿去炸過出來之後 就好像是一個女人 她穿著那個流蘇的裙子一樣 所以它那個豆腐就是有很多很多的 那個也是滿好吃的 因為它下面是有一個青醬油浸在裡面 所以它是整口咬下去都蠻好吃的 那外皮跟內裡的味道又不一樣 因為它裡面的豆腐其實是有調過味的 那我就覺得滿軟嫩 那外面的話是很酥脆 它其實是有一個滿鮮明的對比 我就想說天啊這才太好吃了吧 我下次來我一定要再點 我乾脆點個十碗帶回家好了 真的很好吃 所以這是很棒的 那最後甜點的話就是 就是一些水果 然後還有就是一個小點心 就是這個樣子 那可能一季節不同 每次送的東西又不太一樣 所以這一次總計呢 所有的費用是4800 那美國運通卡呢 可以幫我折底50% 所以我省了2400 那還要再加上10%的服務費 480 所以加起來是2880 接近是3000塊左右 其實我們跟大家分享 這個Find Dining的這幾次的經驗 你們大概都知道 這個吃飯的價格 大概都是5000多左右 那透過這張信用卡呢 你可以節省50% 所以我覺得美國運動大白 的確是能夠 幫你實質上省下錢的卡片 你應該說它是飯卡 還可以啦 就是吃飯用的卡片嘛 很好非常的好 那如果你是小白的話呢 不好意思 這家餐廳它只有85折的折扣 就沒有那麼的優惠 但是如果你持有小白的朋友呢 其實你也是可以過來搶先的 不過呢 就是加上手續費支付之後 你大概只有省下5%啦 就感覺上5000塊就是只省多少 天啊 就是省250 那就是差蠻多的 跟我這個省 省個2400差蠻多的 所以我是覺得 如果你能力所及 盡量想辦法 申辦下美國運動大白 好 那你在國內吃喝玩樂 其實都是可以省下蠻多錢的 那如果你有任何的問題 或任何的想法 也歡迎你就是到粉絲 或者是留言 或者是donate 都可以 我們有看到的話呢 都會在做節目 跟大家回報喔 我是寶可夢 我們下回再見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